大家好,欢迎来到华尔街学堂 我们今天呢,继续进行行业研究的课程 我们讲到了这个有色金属行业 前面给大家讲了这个铝 讲了骨 讲了这个千辛 大家其实看到方法都差不多 听了听去估计也都听逆翻了 其实后边我上一节课在最后呢 我给大家讲了一些东西 其实分析没那么容易 方法是这样子的 但是你要把它做透 做准确,能指导投资 开始是,这个花架子我们是有了 但是怎么能把它做扎实 大家要去做更细致的练 还有我们这个课呢 除了一个方法以外 我们还有一个目的 我们讲这个课 我一直跟大家说 大家不要迷信 我们这个课,我那个数据 那个数据可能来自的一些地方也很权威 但是并不一定就知道 就是说或者得到一个结论 它就是一定是正确的 我们讲这个课 包括我讲,我们讲这个27个子 一个一个给大家来讲 其实我们有两个目的 没有的目的就是说 肯定不是为了给大家推荐股票 或者说让你相信我这个讲的东西 结论一定是为我这个政权 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就是说 告诉大家方法 怎么去做 可能很多人 他以前啊 研究的时候 他没这个概念 就没那么系统 或者凭想象 我们讲这个东西 更多给大家 讲一个方法 第二点 就是很多的行业 大家以前是没有接触过的 我们讲这个课 能给大家消除一些陌生感 让你能够有进门的一个感觉 可能你后边你就能够 做更深入细致的研究 可能做的比我们课上讲的 更加详细深入的一个研究 我觉得主要目的是在这里 你比如说有色金属 很多人以前 不是学这个的 他可能就不知道这个行业是干嘛的 对吧 我们讲完 虽然讲的不一定完全到位 但你听了你知道 这个行业是干这个的 它的研究方法是这样子的 那我通过这个方法 我去扎实的 做细致深入的研究 我是能够出效果的 我希望达到的问题是这样子 那对于本节课呢 我们还继续讲这个有色 因为里边这行业太多 我们就挑一些代表性的 我们讲那个稀土 稀土 大家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对吧 就新闻报道经常说 这个我们的稀土很重要 下游军工 很多什么导弹 都要用到这个东西 那稀土到底是什么 这个行业 你能研究吗 有没有研究方法 其实稀土 它 它放在有色金属里边 它其实它不是土 它是一堆化合物的一个结合 而这个稀土 稀土矿里边 一般包括了这个 一共17种金属的一个总称 所以叫稀土 稀土一般的 氢稀土矿 重稀土里边就是说 包括像氢稀土里边 主要是蓝 氏 土 女 破 山 油 这些元素 像重稀土里边 主要包括像 嘎 特 滴 火 耳 丢 义 鲁 抗 乙 这些元素 但这些东西 大家如果一时搞不懂 也没关系 自己去上维基百科 搜一下 科普一下 那我们平时 稀土的矿 挖到的这些所谓的稀土矿 它也不是说就一种东西 它分为很多种 比如独居石 也叫这个林氏兰矿 还有这个福炭氏矿 林乙矿 很多 就是说 稀土并不是一个东西 说挖一块这个东西 就稀土 它就有一个名字 只叫稀土 不是 稀土是一个总成 它是代表 它有矿种也很多不一样 所以就带来了 你就比如说像稀土里边 你要像这个 滴的产业链 它是从这个稀土 原来稀土矿里面 独居石一节矿 经过这个精选 然后不断的链 就链出来这个 金属滴 和点化滴 最后下游可以用来做什么 照明的低灯 像铝铁棚的这个磁底添加剂 化工添加剂 就是做各种这个荧光粉 磁光存储材料 这是下游的应用 这是一个领域 稀土它有很多的金属品类领域的 你再比如说像这个特的产业链 它是这个林乙矿 黑稀土矿 和下面这个林氏土矿 林氏土砂 经过这个 放在一起 经过这个化学反应 最后生产出来这几种 比如说氧化特 氧化特它可以 制作这个磁光 蚁光粉 磁光注尘化工添加剂 像孵化特 可以做这个伸缩材料 金属特 可以用来做 增感光度的增感剂 包括磁质伸缩材料 光磁盘 很多应用 很多 下游应用 很多 比如说 这个仆女的 产业链的自备 对吧 它从这个 稀土矿 稀土矿 我们讲有很多种 它们 这个毒菊石 浮碳式矿 放在一起 最后 链出来 化学反应得到这个 仆 和女 符合女 就得到它的化合物 分别下游会有不同的应用 比如氧化铺可以陶瓷 吹化烈化 包括抛光光鲜 下游的应用是比较广的 这是整个一个稀土产业链 所以搞 完全把这个东西搞懂 还是要花点工夫的 大家 如果一时搞不懂 我也不在这边 来解释 然后大家可以去 自己看一看 但当然我们 我们做研究 做投资 不是光光做 做一个科普 我们重要的还是要想 知道这个行业 它怎么来够 来研究 它的逻辑是什么 其实是一样的 稀土 研究也是供给和需求 那根据美国这个统计 全球的稀土储量 中国是最多的 占全球超过三分之一 36.7的一个储量 那巴西是第二 只有中国的一半 那中国的整个稀土 储量是比较多 那从全球的稀土产量来看 80%以上的稀土 产至中国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10年以后 这个产量一下下降了 因为中国这个 那时候国家 这个限制稀土的出口配额 限制出口配额 然后打压这个黑稀土 就是民间乱采的这些稀土 因为我们国家很多 就造成了这个 当时这个流失 稀土 跑到国外就是很廉价卖给别人 就是我们很吃亏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国家产量占全球的百分之八九十 但这个东西没赚到什么钱 价格也没怎么起来 核心就是说我们自己内部 说白了 没吃好 也不团结 中国人完全统治的东西 一般最后物美价廉的概率极大 虽然这个稀土是下游应用非常广泛 而且是很有价值的一种矿场 但是是很可惜 就是说没有获得它应有的一个价值 中国可以讲在全球 是绝对的老大 产量八九十 但是却这个话语权主导 却没有那么强 那我们看后边 我们现在是 我们做投研嘛 主要还是要展望以后 就毕竟是已经发生了 过去发生的事情 中国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供应了全球这个84%的一个产量 这还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东西 其中那个整个16年 这个整个的一个国内的稀土产量 是10.5万吨 10.5万吨里边 它的一个结构 大家可以看这个10.5万吨 在国内 它都是由哪些企业生产的 比如像包钢西土 对吧 它生产的一些 另外这个 内蒙 这是内蒙 福建江西 有山东 湖南广西 各个省 这都有指标的 就国家有指标的 但你说有指标 国家产10.5万吨 官方的数据是10.5万吨 最后可能民间有一些黑彩的 走私的可能也会超过这个数 这个就太难 太难跟踪了 这是供给 供给其实我们讲中国是占大头 中国这个供给也是占世界的大头 可以讲 中国现在限制了这个供给 主要的应用来说像玻璃 陶瓷 石化 冶金 这些传统的 要用到这些东西 里面生产工艺中要添加这些东西 还有一例就是新材料 荧光粉 抛光粉 储氢合金 包括稀土 永磁材料 特别是这个铝铁盆 这些 那我们就是还像以前就是挨个把这个需求都给他看一看 对吧 那 第一个需求就是玻璃和陶瓷 玻璃和陶瓷主要是用在玻璃的脱色 着色 要用到 这个稀土 那从这个全球的这个光学仪器来看 这两年 这些年的这个增长 其实 是没什么增长的增长是比较缓慢的 你看这个光学仪器美国是2%的一个增长 中国是一个增长很快 但是中国呢 这个占比还不够 占比还不够 所以说这个 整个整个这样一个全球的一个增长 所以是一个低个位数的一个增长 因为中国虽然增长很快 但这一块我们的占比还不够 所以从陶瓷和玻璃来看 它的一个预测需求 我们可以看到 18年大概是21 那到20年大概也就是23 所以这个增长不是很快 是比较符合增长 估计也就是两三个点的一个符合增长 那石油化工领域 整个的一个下游增速也是比较慢的 可能一两个点的一个增速 另外就是这个冶金呢 冶金也是很 就是这个都是传统需求嘛 传统需求 这个增长其实都是 比较慢的 跟刚才那个差不多 也是一两个点的一个增速 要比较信心的 就是说磁材这一块 特别用了稀土里边的铝铁盆 这样一个是第三代这个用资材料 这个里边稀土金属 铝鱼是大30%左右 其他的大概是铁 盆的话大概是非金属的 这个盆大概是在1%左右 就主要是看这个金属铝铁铁盆的 跟其他的磁体相比啊 它的性能是非常高的 磁力可控 所以这些优点是在这一块的 这个应用是 比较广泛 而且是 发展是比较快的 而中国的这个铝铁盆的产量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占世界90%以上 那中国基本上这个铝铁盆 决定了世界这一个供给 你可以看到全球和世界 中国基本上差不多 基本都是中国产的 那高性能里边 中国也超过一半 中国也超过一半 当然高性能占比相对会少一点 这个铝铁盆的应用 新能源汽车这一块毫无疑问 增长是比较快的 符合增长率 未来肯定是超过50% 甚至更高的 又符合增长率 那对应的 每台新能源汽车 可能要消耗三公斤的 这样一个铝铁盆 那对应的可以算出来 这个需求的 铝铁盆里边 这个女的占比 可以算出来 它对需求量 另外这个铝铁盆 还用在汽车助力转向系统 这个里边也有一个比例 每一套这个转向系统 你们大概需要 002公斤的铝铁盆 这个整个从汽车量来看 我们也能够算出来 一个铝铁盆的一个量 还有一个就是 风电领域里边 要用到添加这个铝铁盆 那风电的装机 连均增长 还是在10%以上的 另外变频空调 每台空调蛋 需要0.2公斤的 这样一个铝铁盆 不过这一块增长 基本上也没什么增长 节能电梯 每台节能电梯 大概需要6公斤的一个铝铁盆 还有就是说 传统的铝铁盆行业 需求电子手机 包括电脑 这个里边 硬盘里边 要用到这个东西 最后综合算下来 它也有一个用量 所以这样推测下来 整个铝铁盆 就是12到13到16年 高性能的符合增长 大概是在12% 高性能的铝铁盆的增长 大概12% 那总的增长 可能是没有这么快 那我们另外在铝铁盆里边 它可能还要添加金属谱 这也是稀土一个金属 大概5到8 根据这个比例 可以算出这个 整个的谱和铝的一个需求量 另外除了这个 永思材料以外 还在这个其他的银光纹 抛光纹和裂氢电池上面 也有一个应用 根据这些领域的一个数据 我们也可以 大概测出来 这一块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增长 综合下来来看 我们就是说 其实这个方法还是老方法 对吧 方法还是老方法 我们想供给端 就是稀土的一个产品的一个供给 这一块是有的 因为主要看中国 中国现在就是说 10.5万吨 16年我们看10.5万吨 后面可能它会有效的一个 控制的一个供给 大概增长 我们能够预测出来 需求 我们把各个领域 玻璃的需求 陶瓷 石化 冶金 这些各方面用词 合计加起来 是一个需求 那供给减去需求 我们可以看到 稀土一直是短缺的 一直是短缺的 就是说 稀土按理讲 这个价格近几年 应该是 应该是上涨的 应该是价格走得很强才对 但为什么近些年 一直表现比较疲弱呢 就是因为 这个黑稀土的存在 民间的乱彩 包括一些地方的一些 势力驴打 打不掉 就是说 打黑 没做好 所以这个就是说 你实际上 你这个 根据官方的数据 包括我们国家控制 说这个 这个供给是这么多 比方你 中国十点五万吨 世界就这么多 实际上中国最后 这个民间黑稀土 开采出来的 都没有进入 这个官方讨计口径 可能这个量还不小 还挺大的 那这么一算 最后供给 不仅是不小于供给 最后 不仅是 不是供不应求 最后远远的供大于 雄头 那这个价格 怎么涨 涨起来 是吧 所以说 稀土行业 你要研究供给 需求 我们刚才讲 分这几个方向 你可以大概 拍一拍 那供给方向 你要特别关注 这个政策 干预 对这个黑稀土的 打击力度 这块可能也是 蛮关键的 那整个稀土 我们就讲到这里 大家以后边 有什么研究 也欢迎我们 相互做一个交流沟通 本节课的这个 华尔街学堂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一节课再见 谢谢大家